字幕提供 回到即使公论这个环节 这次跟大家带我问题 有问题要快点留言 因为我们11点左右 没错,要讲一下 收节目 317有移动 结果决心比之前贵点都要买单 是,Tony,短炒就是这样 你沽完货之后 起码就要落袋 但是再升的时候再追回 你有信心的 很漂亮 但这次真的要很有 好像有胆息 第二次真的要有Tony 你才可以够购买 不是真的 你都未必可以够购买 因为它升的效果要很厉害 但有时突然间一两下回的效果 都可以很急 有没有指示位要订回 如果它这么高 你现在高追 Tony,即刻了 Tony,即刻了 Tony,自己知道如何够购买 因为这些股其实没有 你会炒到它 真的要爆为止 这些没有 可以先升 看到有转就走了 15线SOFA都没有穿过 是的 但这些图又真是 只可以强 很强 但这些股 不会又没什么 差 好,听听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的电话旁边 Hello,早上 我想问一下交通银行 是 33,200 有没有货 没有货 没有货 好,交行 为什么想买这一只 但是说笑 交通银行 我知道 我没有 没有 现在在外人股这么多 为什么想买这一只 是的,就是这一只 就是这一只 我看到它的前景 有些起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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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明白 因为 那麽提问 因为 每一程度上 你说它业绩 或者是业务发展好不好 我又不会说它差 但是也很老实的 交行真的很久没有看过它的东西 因为通常来人版化 如果是安全船的 当然是四大行 就是建同中工 但是如果要这些商业银行看的话 通常大家会减制3.600 3.600 就是减制这个招行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家庭的观众 你想买这一只3.200 但是如果是纯粹用回 现在去计算的 那它的价值大概是7.0 那你如果用回 我看这个价值 就是买卖的指标的话 7.0 你觉得可以的 你可以买一点 因为真的 我这只股份问心的 看得真的不多 你说招行 你以后银行版块 我自己个人就一向多一半半 但是如果你说买来收息的招行 你可以买一点 嗯 好 多谢了李小姐的电话 听起来根小姐的电话 你好 早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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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880 是 是 欧방 有啊 四三个系统都要 明白明白 要守一下 说实话,因为业绩表现都是一般一般 业绩不是特别好 但很多板块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始终这些范畴 大家觉得业绩今年会有改善 而且你见到趋势也是 只不过,如果你本身有货 现在给一些耐性先拿 但如果想再加买,就不建议 加买,你会减少一些 可能你说银鱼这些会好少少 但如果你有货的话,先拿着 好,多谢你 我想问下面,为什么会最低的货? 不要交了,880不要交了 因为880的绩子,其实不算好 但只不过你有货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先守住 但如果想加买货的话 不如资金,你可能减少银鱼那些 可能更怕算 好,多谢你了 是这样 好,再看941 是,听到吗? 如果加买货的话,当然银鱼可能好些 银鱼有多少数字?我不知道 有意思是27日 27日 27日 好,不许多 拜拜 好,再看941穿了50天线 会不会去到60元? 我也想 我都想 你会有什么刺激?多少钱加住? 会不会加这款? 我啊? 60元以下,又不怕买一些 会认识到7A楼上 表会其难,好像OK 我真的觉得 我喜欢银鱼真的 我是很耐心等的 我这价真的不会买 但是,先说一件事 A股就突然间,刚刚这一下 突然又衝了上去 突然又 都升回上来 港股这边的期质都升回 那些股份应该就好像又好些 但都是玩一些科技的 成交量就好像现在4200多亿 不过不失 不过不失 好 7000明天,还会不会升回看业绩? 看业绩而已 这件事 我都答你不确实 但是 我知道,我还可以坐在那裡 没错 我身份,整个身份都扔下去 但是,我自己的信心是大的 7000的业绩是,我应该觉得很不差 你可能买少少,买少部署一下 当然,讲少了,没有份身 但是,买些博一下业绩 我觉得直博的 直博的 真的 因为,虽然你也可以说 这批科技股的股价 最近回了不少 所以,业绩出到来 只要不是很差的话 其实已经可以 大行是看得紧不紧慎? 不紧慎 不紧 很难必预期 反映,其实业绩很有信心 但是,现在大家估计 浪跌是大概2成 2成2至4成左右 不,浪跌是 浪跌是,浪跌是 浪跌是,浪跌是 2成4成多 其实,我觉得不难达标 你上一季,上一季 上一季时,有基数低 其实,今年科技股 有个情况就是,基数低 而且,只要cost control 得好 其实,你的业绩就一定不可以 你百度也是 你百度的 你百度的revenue growth 只有6%不是好的 不高的 但是,因为你里面的经营状况是OK 就令你的数据出来很英俊 所以,当然你说 大问题是,如果你这样解释 你之后的时间 如果解释经济状况更好 你那个业务又OK的时候 你的revenue growth 想得到它的话 这件事就会很好的 就是看这件事 所以,腾讯不想 不用理 好,9、8、8业绩之前走 还是等业绩先? 等吧,阿赤 都不差再 因为他们的价格 始终现在这些位置不是特别高 所以,压力其实弹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都差了一段时间的话 业绩 就是这样说 业绩,预计是差的 如果你这样计算 会不会差呢 真的可能预计了它 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好的压力 但是,只要出来 有些惊喜的话 那价格又一旦 其实,这一下 你都可以说 他们很多股份 业绩预计了它 都是一般般的 不是很理想 但是,出到来 你说出到来 OK 那便自然有一上 所以,不怕 人仔穿七船 是的,刚刚穿了 大陆是否不应该减存款式 都不关事 Tony 其实,他现在 某程度上 他为什么要降存款式呢 其实,他有一件事 是想谷一些钱出去消费 就是他想做这个动作 但是,我觉得 我们很流行说 这件事是阻入权的 其实,你做很多政策措施 你不可以单纯一样 现在很明显 你看他好像慢慢 慢慢 你说一下 又做出一些 那样 我觉得不够 你应该是有一些 一全面性 可能你说 你过去之余 有些什么是自己的内需 消费 这些一次做 效果会好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 你过去存款式 是想做这一步 这样 这样 正常 有没有穿2000 正常 一百一百坐在那里 你买了 一百一百 那你没办法 你只要你金价就下了去 那你变成金矿股 都是要先数一下 但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 尤其是 你只要说现在博什么 你博 博担务上限的 谈判 都可能一直摸摸摸摸 最后那一刻才谈得到 这些股股 可以变成一个机会 就是金矿股 就有机会 可能回到这些之后的时间 这样 内房都垃垃圾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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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搞不定 2007 你看看 剔了出国企指数 它阴跌了 对主要是 你觉得它阴跌了 你觉得它阴跌了 是呀 但是你没办法 看图真的阴跌下去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八支阴足 真的有没有理解 但之前你见它的势 其实这些低 一浪低一浪都是这样走 二四五四 你出那些五支阴足之后 出一支阴足 出一支阳足 然后再出四支阴足 内房其实没得玩 内房其实你说 甚至乎强余 像6800这些 你都不敢 我都不敢买 始终你都可以 很想买的 它的价格这么低 但似乎真的 真的又好像觉得 那个板块又不得了 不是呀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有少少少 那个怎么说 如果你说内地的零售销售 跟金价的关联度 就不是那么高 所以变成你 你这样计算就没有什么 就是不会因为 因为联流销售数差 令到金价的队 就是这个东西 内地方面 就不会 反而美国那边 如果你是硬撤出来差的 但是怕美国 可能不得 加息机会减少的话 反而这个东西 才会令到金价的机会 会大 内地那个不会 内地的影响力 但是未至于去到这一步 还有呢 又去到那个话题 什么取代 取代什么 去美元化 你想一下 就算你 如果你的 内地的价位数据差 也好 影响人民币 影响人民币 下跌的时候 美金会上升 就是要有一个逻辑 如果你有一个 关联性的话 美金升 美金会上升 就是会价上去的时间 金价格又是放下去 所以这件事又是 在美金头 最终的情况就是 好吧 不说8分 都早一点点放你走 好啊 下大雨 都要看一下 要乘车搭 下午还有截止 大家继续留言 是啦 你有持有上述看股份 都没有 都跟大家申报了 好啊 谢谢Sandy 这么详细的分析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回再见